很多人都喜欢吃冬瓜 但是在家总是做不出饭店里的味道 炒冬瓜的时候 切记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那样炒出来的冬瓜一点都不好吃 今天你就像我这样做 保证做出来比红烧肉还要香 非常的好吃入味 鲜嫩多汁超级的下饭 首先准备五毛钱一斤的冬瓜 用刀把外皮切下来不要 再把里面的冬瓜嚷也切下来不要 最后一定要用我家的刀 给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尽量切的大小一致 薄厚均匀 切记不要切得太薄 那样炒一下就容易烂 口感也不好 切完之后装入大碗中 加入两勺白色的盐 用双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 把冬瓜腌制十分钟 这一步不仅可以去除冬瓜里面的草酸 还可以腌出多余的水分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三个青线椒 用刀切成小圈 亲爱的家人们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椒做菜 麻烦你点个小星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拍碎大蒜剁成蒜末 剁得越碎越好 剁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些葱白切成葱花 切完和大蒜放在一起 最后再切三个小米椒 切成小圈装入小碗中 最后准备一把小葱 切成五厘米左右的长段 装入盘中备用 十分钟之后冬瓜已经腌好了 杀出来了很多的水分 这个时候往里面倒入适量的山泉水 把丝瓜清洗一下 洗掉多余的盐分 这样吃起来不咸 洗净之后瀝干水分 装入另外一个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倒油 油热以后倒入冬瓜 开大火煸炒两分钟 把冬瓜里面的水汽给它炒干 炒到微微透明 这样炒的冬瓜没有生瓜味 也不容易出水 炒好之后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倒油 放入切好的小料 葱姜蒜 小米辣 再加入一勺豆豉 口感会更好 把食材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冬瓜 以及青线椒 翻炒一分钟 炒出香味以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一点点老抽上色 盐 白糖 味精 鸡精 都来一勺 大火翻炒均匀 炒至入味 大概翻炒两分钟左右 最后放入葱段翻炒 678下 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炒的冬瓜 吃起来软嫩入味 真的比吃大鱼大肉还要过瘾 超级的好吃下饭 学会之后 再也不用去饭店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